好,我們去到Sales,Return Invest和Discount 我們之前都會看一些Double Entry的入法 到這個部分,我們會主力看一看Sales和Purchase 我們會先看Sales 其實說到Sales,各位同學首先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正在做生意,其實是一個貿易商業 即是說,其實是在做一個貿易的生意 所以,其實一定會有這個貨物的來往 這是一個貨物,就是Goods 當然,你買的貨物可以五花百門 那就看看題目要求,究竟他在賣什麼 但是,基本上我們Sales都是當買貨賣貨 這個我們是在貨物裡面有一個概念的 好了,看看一看,我們說 這次,其實他現在先想回Sales Sales就是消貨,即是我們把貨物賣出去給我們的客人 當然,我們的Sales有分開兩類型 一個就是Catch Sales Catch Sales 顧名思義,即是它會馬上收錢 這個叫做Catch Sales 所以我們說是,如果我們馬上進入的時候 就應該是Debit Cash Credit Sales 這個我們俗稱叫Catch Sales 如果我們說不是Catch Sales 那是另一種呢,就叫做Credit Credit Sales 那Credit Sales,即是說其實你買的貨物的時候 其實就是未立即收到錢的 所以它會debit accounts receivable 試試一下 那我先選Sales 用AR 那accountsreceivable 那你credit 那個Sales 那無論你是… 無論你是… 這個… 無論你是Catch Sales 還是Credit Sales 那你會看到,其實都是Credit的Sales 那因為Sales來說,我們說是一個Revenue 所以我们是左减右加,即是说credit那边是属于加的,可以吗? 所以它的出现就会是这样 再说下去,我们就去到Return Inverse Return Inverse就是一个消货退回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客人买了货回来之后 那现在他就发觉不对了,于是就退回给我们 所以变成了它跟Return Inverse,即是跟Sales打对台,即是相反 当Sales是说如果它是左减右加,Return Inverse就是左加右减 所以当你做Return Inverse的时候 然后呢,Normally OK,Normally OK 那我们再看看这里写一下 那Normally来说呢,我们会是debit的Return Inverse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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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我是属于这个Credit Sales,那怎么办呢? 这个Case呢? 如果我们就说是Apply to Credit Sales 那这个Case是Apply to Credit Sales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Cash Sales又怎样? 那有没有可能是Cash Sales呢? 那其实呢? 都可以的 如果我们真的当出现Cash Sales的时候呢? 那如果我们真的当出现Cash Sales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那呢? 其实呢? 我们可能会是Credit上Cash的 因为当是有一个叫Cash Refund的情况出现 那当然了 都要看回题目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先去判断吧 但是可能这个情况出现呢? debitReturn Inverse to Credit 的Account Receivable 或者Cash 那当然,要看它有没有出现Cash Refund 好,那我们到了这里来说呢? 那我们现在再下第三个Item 第三个Item来说呢? 我们会是看回这个 好了,快点乱的拆掉这个先啦 那呢? 就... 看回这个Discount Allow Discount Allow Discount Allow来说呢? 就是一个购货的折扣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现在呢? 就... 卖了一些货品出去啦 那呢? 就现在呢? 你就... 给一个Discount 给一个Account Receivable 那就是给一个Depters 让它... 可以呢? 卖... 卖的时候呢? 就比较少一点 那当然了 你要留意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 那它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到这个 Discount Allow 记得 当它Enjoy的时候呢? 是... Enjoy是一个叫Discount ... ... ... 里面的 那你要问一下 什么是Discount Period 啊? 那是什么来的? 那呢? 我们要... 首先呢? 要知道一知道了 那呢? 我们呢? 有分呢? 一个叫做Credit Period 一个叫Discount Period 那... 那... 记得一件事呢? 首先记得一件事呢? 就是... Discount Allow 呢? 只是适用于... Credit Sales 而已 OK? 只是适用于Credit Sales 那... 而... 我们说Credit Period 例如说 举个例子 哦... 原来呢? 可能是... 30日的... 数期的 就是说呢? 我们卖了些... 货品给客人 那客人呢? 要30日之内还钱 那如果是30日之内还钱的话呢? 其实它是不会享用到Discount... 那什么时候还钱才有呢? 那可能我们说 设定多一个日子 譬如说 如果你在... 买了之后 10日之内 举个例子 10日... 还钱 那... 那呢? 你就可以享用到Discount... 那... 它就可以比较少一点了 可以吗? 那... 所以你要... 有个概念就是... 喂... 究竟... 什么时候... 是不是我立即和他买... 那些货? 就是... 譬如说... 假设... 去买货... 那我就立即就会有Discount Allow呢? 就不是的 你要早一点还钱 那...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 Discount Allow呢... 其实它的 purpose呢... 是... 是... 事先前ous的... settlement的应勺啊...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次他说Business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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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看Credits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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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y增加 那是asset來的 所以帳戶是銷售的 應該就寫 左邊 因為增加 然後 當去到 Sales and Revenue 應該就寫在右邊 所以你會看到 就寫在右邊 所以你會記得 如果我要寫上 Journal Entry 這個應該怎麼寫呢 大家寫一寫 Debit和Credit 那你這個Case應該是Debit AR Billy 的 Company 而Credit 就是Credit Sells 基本上 經常都是Credit Sells 那你答案就是Credit Sells Demi 那這個就是 5月10日 May 10日 好了 那再下 May 23日 Business Receive Goods of 5,000 From Billy Company Due to Cool Quality 那就是說 Billy Company 就還回貨給我們 那這個屬於Returns Inverse 因爲我們收回貨 對吧 所以呢 Receive Goods 也要看看 那它是Return In 還是Return Out 那這個Case呢 還要Return Inverse 那Return Inverse 就增加了 而Return Inverse 如果你在找找 剛才我們都寫過 應該是一個Expense 那所以呢 經過呢 我們呢 要寫的時候呢 應該就會是 Debit Goal Returns Inverse 那呢 就crank回回 Billy Company 所以這裏呢 我都寫著 Billy Company 所以你看到 Billy Company 這個Case 就是AR 應該是下跌的 那它下跌呢 就是減了 所以呢 asset減少的話 就會寫在 這個 credit side 所以你看到 Billy Company Return Inverse 寫在credit side 而相反地呢 Return Inverse 因為Expense Expense 如果去增加的話 增加的話 那這樣呢 增加 寫在 Debit side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呢 23號這裡呢 就說了 再下了 再下呢 就是我們 30號 30號呢 這個Case 是比較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同學有印象的話 我們其實之前賣了 多少錢給他呢 其實我們賣了的貨 的總值呢 是賣了 3萬元的 但是現在呢 當扣除了 Return Inverse 5000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是 Billy Limited 公司呢 其實還欠我們 Onted 應該是 2萬 Onted 即是欠了 Billy Limited 應該欠我們 25000元的 但是呢 現在你看看 那個題目呢 其實他現在呢 叫你還的時候呢 即他還給我們呢 只不過是還23000元而已 所以我們會看到 中間呢 其實是有個差額 所以這個差額其實是什麼 來的 這個差額呢 就是那個Difference Difference 其實呢 就是那個 Discount Alarm 這個呢 就是這樣算出來的了 這個呢 這個算法呢 記得呢 就是把你 上欠的錢啦 那就減去了 你真實還多少 所以這個呢 應該得出來呢 就是 2000元 25000-23000元 可以嗎 這樣算出來的 而Discount Allow 剛才都說過了 是一個Expense 所以呢 左加右減 所以 你記得Discount Allow 它出來的時候 會在Debit side那裡寫 所以我們呢 會是Debit Discount Allow 同一時間呢 同一時間呢 就會Credit BD Limited 就是BD Company 這個 而Bank呢 我們由於是收錢的 所以呢 你會去Debit Bank Account的 OK 行不行 所以這裏呢 我們做的時候呢 它就是 變成 因為它是 還了錢給我們啦 所以你會見到呢 它們是減的 對於AR來說 OK 那你見到AR也是減的 因為兩個數呢 其實它都是 做在Credit side的 而收錢嘛 所以你會見到 Bank是增加的 那就是Debit 而Expenses 即Discount Allow 都是增加的 即是多了 Discount Allow 於是呢 就Debit回來了 那 到這裏呢 其實我們就解釋了一次 究竟 那個Settlement 是怎麼做的 以及 Discount Allow 是怎麼算出來的 那Settle的意思 記得是 還錢啦 行不行 是的 還錢的 即是說 Billy Settel 還錢給我們 好 來到這個 差不多最後一個 的Section 那 那 之前我們說的一個 影片呢 之前那段呢 我們就說了Sales 那這次去到來 這一段呢 我們會說這個 Purchase Purchase 就是購貨 那就是買貨 那 相對Sales 就是Revenue 所以呢 Purchase 其實Expense 就不難理解了 那麼 變成我們看的時候呢 Expense 加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開回那個 Purchase的帳戶 左加就又減了 那麼 當然啦 其實跟 Sales 也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呢 都說有份 Catch Purchase 啦 那麼 Catch Purchase 就是 當然你說 我不是喔 我用 Check付錢的 那麼其實 也算是Catch Purchase 當然也是啦 那麼 做法呢 這個第一個 Depid Purchase 那 就Credit Cash 啦 又或者是Bank啦 又或者是Bank啦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可能性呢 就是這個 Credit Purchase 那麼 Credit Purchase 代表著呢 就是說 我買東西的時候呢 就 不是馬上付錢的 我呢 就有個 On Credit的 這個就是 我們 叫做 Credit Purchase 那麼 一樣啦 都是 做回 做回 Debit 和Credit 寫回給大家看啦 那麼 對了 那我們呢 就 Debit Debit這個 這個 Purchase 那 就 Credit 這個 帳戶 Payable OK 那 今次要用帳戶 Payable 對了 那所以呢 嗯 大家做的時候呢 就小心點啦 好 那這個是Purchase 好了 到了 Returns Outwards Returns Outwards 就是說 你那些 你就退回 那些貨 去 支付 支付 可以嗎 就是還貨 給他 那你還貨 對吧 所以還貨 那些貨就還出去 所以 Returns Outwards 要做的時候 是 可以嗎 那 那 他呢 就當是一個 revenue 這樣看 所以阻減有價 那 Returns Outwards 如果你要寫的時候 那 就會是 都是啦 這裡 Returns Outwards 那 左 減有價 那 那 那 其實 和之前看 Returns Outwards 那個做法都一樣 那 他呢 就是 debit AP 就 Credit Fund Returns Outwards 可以嗎 那 當然 如果你是 cash 人家說 我還要貨 去退回錢給你 那當然 就 嗯 你會收到錢 可以嗎 好了 那就 去到 Discount Receive 那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說 Discount Allow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 如果你要享受 Discount Receive 的話 這個是revenue 所以 你一定要 那個 payment 就是 within 這個 Discount Period 才是 為之可以的 ok 一定要within 這個Discount Period 可以嗎 可以嗎 那 就並不是在這個 credit period 裡面付錢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只是 credit period 付錢的話 其實就不可以 enjoy到那個 discount的了 ok 好 那我們看回一個 example 關於這個 purchase returns hour discounts receive 這次 這個 business 就是 買了 一些 貨塊 這次 買貨 你見到 purchase goods 一定 就是 purchase 增加 就是 我們會寫在 debit side 你看到 寫在 debit side oncredit oncredit 之前也說過 找一間公司的名字出來 所以 就是 sandy company sandy company sandy company 就是一個 AP 就是 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 增加的話 就會寫在 credit side 所以 你會看到 寫了 那 今次 我們總共買了 這個credit purchase 就是12000 OK 記得是12000 好了 那我們 就到 下一步 現在 business 發現有些貨 就不適合 所以有returns goods 所以 有returns goods 就看 是true 就是還些貨 所以就returns hours returns hours 增加的話 我們就會寫在 這個 右手邊 所以 credit return sandy 你這次的對手 會是sandy company 所以sandy company 是一個AP AP 你會減少 AP 就是還少了 貨幣 就是還少了 貨幣 因為你還了貨幣 對嗎 所以 AP減少的話 就會寫在 debit side 所以 如果你有returns outwards 就 debit AP 就 credit return outwards 在這裏 都收了出來 好了 再下 下一句 就是最後 goods sandy sandy company in full by check for 9000 這裏 就告訴你 今次 我們公司 jack 公司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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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d 指k sandy ci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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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元,所以現在你呢,就只是需要還,你現在欠文1萬,就只是呢,就還9000就行了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中間有個差距,那中間那個差距呢,就是那1000元 那1000元呢,就是那個Discount Receive 就是我們可以還少一點,可以嗎? 那Discount Receive是一個revenue,那你也都看到了,那是revenue來的 那所以呢,revenue增加應該是寫在credit side的,那你也看到寫在credit side 那好了,可能時間呢,我們呢,也都會進回Sandy Limited,就進回Debit Sandy Limited,是不是? 咦? 那就進回它的左邊啦 好了,最後要credit,當然要付錢嘛,我們是不是? 要settle的,媽媽要付錢,那所以呢,credit一個bank的 那給多少呢?給9000元就可以了,所以寫credit side 寫sandy company 那如果你說,哦,如果我想寫一次jano或者debit多少,那怎麼寫啊? 我可以在這裡呢,寫一次給大家看的 對了,那我們怎麼寫的呢? 我先拆一拆一些位置吧,各位 好,各位 那呢,就...好,換個位置的話呢,我們...呃...等一等吧 好,那麼,也就我們再寫一次,我們再重新再寫一次 那咦就已經出發了 那好吧,那咦我們以往去寫一次的 那咦呢,就應該說的 现在要费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想一下,credit的币是9000元 然后应该会币给Sandy Company 当然了,Discount Receive就是一个Credit 应该是1000元,刚才我们计算了 Discount Receive 那我最后计算了,9000加1000元,即是2000元 就是20000元 9000加1000元,只是11000 对不起,傻了,开始计算了 可以不可以 所以你会看到,Discount Credit和Credit加上的总数应该会是一样的 那我们进入General Entries就是这样 好吗? 那到这里说,基本上我们就说完 Purchase,Returns,Hours 和Discount Receive